我们知道铁线连有很多种类 修剪方法就是差异非常大 像这个紫铃铛呢 我们就要把它平擦处理 因为它冬天的时候 地上部分全都是枯萎的 我们就从基部把它剪掉 把它当成苏根花卉来对待就可以了 我们在紫铃铛的基部 可以看到它新生的嫩芽已经长出来了 这盆已经休眠的草本植物呢 就是枫枝草 大家非常喜欢 最近也比较流行 因为是从日本这边引进过来的 那么现在冬天呢 它的叶片都已经枯黄了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平茶的修剪 它冬天的相对来说 冬天的效果一般不像其他官场草 有一些柔和的花絮 所以我觉得它的官场价值不大的话 就可以早点进行平茶 让它把养缝集中一下 剪掉老的枝条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里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的笋牙 让它早点接受冬天的光照 对它早点门发也是有帮助的 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 花茎植物 就是这一款鸢尾 这个鸢尾呢 是路易斯安娜鸢尾 它是一种长绿的鸢尾 我们知道很多鸢尾呢 其实是比较娇气的 比如说德国鸢尾 虽然花非常大非常漂亮 但是它种在花茎里面呢 容易在夏天的时候 受到高温高湿的影响 发生烂根 而我们选择路易斯安娜鸢尾呢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看 现在这么冷的季节 它已经窜出新芽来了 它的花期呢 是在四月份左右 而且在花茎里面 它从来不会被其他植物掩盖掉 因为它的长势是非常强健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把它的一些老叶摘除掉 就可以看到这么新鲜的挺拔的线条出现 那么在花茎里面 冬天的花茎里面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一层经过修剪的 修眠的鸢尾呢 就是西伯利亚鸢尾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落叶的植物 冬天的时候呢 它上面都是全部是枯萎的 在花茎里面 这个植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鸢尾 这个就是花昌鸥 一般性呢 它花昌鸥的话都是做盆栽处理 为好我们在自己家里面种的话 或者是种在大的盆里面 放在水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较一下 跟那个西伯利亚鸢尾 它们两个都是差不多的冬天的时候状态 冬天呢 对于那些有温室植物的小伙伴来说 有这样一个可以遮风避雨 抗寒保温的一个小暖盆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盆呢 是淘宝上购买的 一般性是四乘二米大 这样的高度的话 基本上是两米 这样一个盆的话 就可以满足我们基本的需要 可以把一些不耐寒的植物放进去 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么在江浙湖地区呢 这样一层单层的棚呢 就可以保证像三角梅这样的植物不冻死 但是它的状态也是一般 如果要好的话呢 就可以做一个双层的膜 给它保护 那么这个植物呢 就可以继续地生长开花 还有一些其他的植物 比如说马蹄莲 还有像这些 这个是扶桑 这些呢都是不耐寒的 都需要保护 还有一些小的苗 比如说天竹葵呀 粗姜草呀 有一些比较娇贵的种子苗 都可以放在这个暖棚里面 安全地过冬 观赏凤梨呢 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温室花卉 有很多的品种 这次呢 我们就要去参观一个大型的